大家好,我是Stan 1月1号 很多KPOP粉丝们都会担心 但是难免也会有一点点期待的就是 D社的元旦爆料 但是今年D社却公开了两个令人傻眼的影片 首先公开的第一个影片 因为一开头就出现了 世上没有完美的秘密 然后接着出现 庞探,Seventeen,Twice,Stickage,NCT-07,NCT-07的资料夹 最后也出现了这个让人恶心的骷髅头图像 所以看到这个影片的各家粉丝们都相当紧张 但是在大约两个钟头后 D社公开的第二支影片却出现了 很多网友们都猜测 这应该是D社创立10周年的线唱演唱会 这是演唱会影片吗 看起来很像是威胁影片 从新年第一天开始就想这样 D社他们凭什么看演唱会 是人质演唱会吗QQ 果然是偷拍犯 威胁演唱会人质演唱会的预告 出演条件是不爆料绯闻吗 反而希望是那样 不要爆料任何新闻时吧 出演名单是三个大型经纪公司 Hype SMJYP D社不会因为出演了一次10周年舞台 就不爆料绯闻 你们想一想 出演一次10周年舞台 对爆料带领韩溜的大型经纪公司的爱豆 对D社哪一个更有价值呢 不过也有可能是想要借这个机会 对外宣布自己已经变成了大型媒体社 对于D社在元旦公开的演唱会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其实大家 是希望D社爆料远旦情侣呢 还是不希望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D6成员J退团的消息 1月1号 GYP娱乐发表声明表示 一直以来 以D6成员努力的J 因个人原因决定于2021年12月31号起 退团及解约 公司透过与J本人长时间的投论 决定尊重艺人的意见 之后公司也会继续应援J 也会全力支持D6的活动 在1月1号发表成员退团的消息 希望D6J都能在各自的路上继续走滑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0年即将退伍回到我们身边的韩星们 演员吴杜焕 BigScan Exo Suho Exo Chen YangYuan 정가람 Ziko YangYuan 박보검 Exo Chen열 Shiny Tamin 字幕志愿者 杨栋 Sol